应该说一件工作要做到好 本身就是辛苦的 那特别要强调要对付暗主的那种关怀跟投入 那我相信社会工作会是辛苦的 但是回过场我也会觉得 那个辛苦的背后 除了可以得到一些看到暗主改变 或是个人的成就感 这个会得到一些相对的情感上的支持 劳动条件已经开始在改善了 比如说像政府透过计划 或是透过委外的方式的那个费用 会有因为你的年资 或因为你的表现 而开始有民工进行的方式 早期我们没有想过说社工可以做到五六万块以上 可是现在的社工可以到五万七 次资助导可以到六万 那第二个优势是在于 因为有社工师的设置跟公职社工师的设置 所以导致我们进入到这个领域 可以有到公职的那条路的衔接 我也觉得是社会工作学系 未来的发展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才说工作是辛苦的 但是它相对往后的发展 跟公职体系的路也是明确的 有线份的 不住在社工程中 会想过一些 因为有线路上的 在国家里面的 有线路上的 有线路上的 还好 就拜托了 那不用担电 我认为 你又会在家里面 与你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摆 在家里面 那时候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